十幾個婦女由反佔中大聯盟成員帶領去金鐘佔領區 勸留守的學生撤離 他們首持媽媽的關懷 別讓媽媽擔心的標語抵達政府總部外面的佔領區 勸喻留守的學生回家 他們當中包括反佔中大聯盟成員黃慧晶 她說所有人都是自發以媽媽的身份來到 希望學生回家 他們逗留了不到半小時就離開了